好 初期完總是要拍照嘛 現在的手機照相功能越來越好 而且價格越來越低 萬元以下的中階機掀起了新一波的戰火 Nokia剛上市的大螢幕手機 強打拍照功能 而同一時間三星也準備在六月份 推出七千塊錢有找的新款手機 到底哪一支拍照比較厲害呢 獨家帶您實測 迷幻電纜被蓋 L型排列四鏡頭 三星新款中階機配置6.5吋 O極限全螢幕 價格竟然殺到萬元有找 大螢幕拍照更過癮了 可是鏡頭夠不夠廣呢 實際來測試一下 一般模式下只能拍到一半的書櫃 不過開啟123度廣角後 整個書櫃都能一起拍進來 續航力方面打出5千mAh的超大電池容量 要和價格殺到6千有找的Nokia 一較高下 Nokia熱騰騰才剛上市的平價全新機款 有6.55吋的水滴螢幕 而後製的圓盤四鏡頭呢 還能有夜拍功能 昏暗環境下 玩偶毛髮根根分明 畫質還算清晰 兩邊拍照功能比一比 近一點再扣近一點 微距模式拍照 三星依舊清晰 Nokia則較偏模糊 拿來拍風景 Nokia顏色飽和 三星則是線條輪廓鮮明 如果拿來自拍 一邊強打美顏功能 另一邊則是臉部柔和自然 訴求點就是 不是那個鏡頭的畫素多少 而是呢 它可以讓你這個屏占比呢 可以達到更高 所以 你可以看到其實今年 應該有非常多手機 主打的那個鏡頭 前鏡頭呢 都可以非常的小 我覺得多鏡頭 然後大尺寸跟大電量 是今年萬元一小手機的 最重要的一些趨勢 湖水綠四鏡頭新機 淺鏡藏在6.53吋的螢幕裡 大大提升屏占比 紅米Note9萬元有找的 拍照手機登場 下半年各大廠 評價新機齊發 也再度重新定義性價比 東森台電新聞 我們配合楊昭台北採訪報導 明天做啟訪問 明天做啟訪 請an 電視 明天做啟訪 悅 天 此 我們 呃 入